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Kiss一把照 咳咳咳咳 我是 他應該死就演很大 對 我是感冒中的強女 病毒欸 我可以不要跟他拍嗎 問題是我的病毒是他傳染給我的 最好啦 我的病毒一個月前就已經finish了 OK whatever 我戴了口罩講話大家聽得清楚嗎 聽不到 你要拿起來 要拿起來是不是 對 好啦 戴了口罩主持也是很難過的一件事 因為我發現那個蒸氣都一直跑到我眼鏡裡面 等下你可能不拿下來會要幫你做CPR OK 好 可以嗎 我現在口罩拿不下來 口罩拿不下來 OK 拿著 好 大家好 我是常妮 好 那麼其實最近 祝你早日康復 是 其實最近我們這個身邊有很多的朋友都感冒 因為畢竟天氣變化 而且每一次到了這個季節轉換 那個流行性感冒 或者是過敏的症狀都會非常的多 然後現在政府也有請 有很多政策可以讓小朋友跟老人家去打這個流感 免費的 但是如果要自費疫苗的話 現在也可以去各大醫院診所去自費去打疫苗 也讓你的身體多一層保護力 免得在這個季節交換的時候來感冒了 真的是很難過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打了沒 我沒打 我已經一直在感冒了 我怎麼打 對 所以下次就輪流又換傳染給我的 我根本就這樣你就傳染給我的 好 因為自從上次跟大家主持過這個一把照之後呢 馬上回到家就躺了好幾天了 真毒啊真的 你好毒 真的 我也是躺了大概兩三天 我們是怎樣 我們現在是來比的是吧 對來比的 好 好啦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是誰嗎 對不對 你是 我是櫻木欣亞 你都不說我染了一頭紅髮 喔對 你染了紅髮 因為前陣子啊 那個天氣不是很好 又有打雷又有閃電 所以他那一天 我被雷擊中 那一天第二天來上班的時候 就說哇 頭髮紅色了 難怪 他染得這麼美麗 那個聽眾朋友都說我是櫻木欣亞 櫻木花道 那個籃球員叫櫻木欣亞 對 他今天穿這個衣服也是非常具有質感 黃色跟藍色的配合 感覺很像唐朝那個什麼 呃 楊貴妃 楊貴妃有啦 有像有像 這點到說得太好 OK 好 那麼今天呢 我們當然是在這邊 跟各位來帶來很多音樂的資訊之外 其實我們當委 成為一個廣播主持人 我們常常會去接觸到很多歌手 對 尤其是訪問 對 今天我們就帶來一些訪問的趣聞 對就是大家 印象當中 有哪一些人我們訪問過 然後印象特別深刻 對有些獨家花絮 我想要先問強妮哥 好 因為他一定身經百戰 有訪問過很多大咖 也還好啦 都不算大咖 以前的小咖先都變大咖了 喔 所以以前 那現在的大咖 你以前在訪問他的時候 你有遇到什麼 奇怪的現象 或者是有趣的一些 好 一些有趣事 我先講一個好了 叫范范范瑋琪 他從美國讀書回來對不對 對 後來呢 就是一直唱了一些 很純心少女的歌 形象也一直很好 一直沒有男朋友 不過他那時候要來接受訪問之前的一個禮拜 然後被八卦媒體爆出來 他跟那個陳建州黑人走得很近 好像疑似有戀情 不過他那時候正好要推出新專輯 然後上面公司全部要壓這個新聞 可是我那時候 笨笨的 就呆呆的 我覺得說范范范 這麼樣的好女孩 然後遇到了陳建州也不錯 那時候不管是形象 那我覺得 運動員的感覺 蠻狼才女貌的感覺 所以你知道嗎 他來我節目接受訪問 我一開麥 我第一個問題說 那你現在跟黑人到底有沒有在戀愛 什麼都沒講喔 天啊 你好大膽喔 第一個問題 歡迎范范范范來節目當中 范范 你看你到底有沒有在跟黑人談戀愛 他馬上 愣住10秒鐘不講話 臉色也變了 他有跟你翻白眼嗎 沒有翻白眼 對沒有翻白眼 但是臉色是變的 那後來怎麼辦 我說 那個都是八卦消息 我們今天上次來談專輯的 我們後面再來談好了 一談到 那個黑 不講 沒有我說 這個黑咖啡好不好喝 對 他光聽到黑這個字 就非常敏感了 那所以你 現在他已經 貴為一個巨星了 而且 不過他們也修成正果 也對 他們就是還生了一對雙胞胎 飛飛翔翔翔 真的好可愛 你都在follow他們 當然啦 對啊 好 那你咧 我嗎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當時也很幸運 可以訪問到一個 我蠻喜歡的歌手 是Eason陳奕迅 Oh my God 對 我真的是 你今天 你是 我臉紅了 是拿你燒的好香啊 我臉紅了 真的 都有在祈禱 真的 你上輩子做了好多好事 陳奕迅讓你訪問到 對啊 怎麼訪問到的 是多少錢 就我大概私底下塞給他20萬 沒有啦 開玩笑 陳奕迅 對對對 多久以前的事 我第一次跟他出相見的時候 要從那時候開始講嗎 大概9年前 然後那時候跟他有一個合照 他那個時候我多瘦啊 我跟你講 這張照片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看 我相信沒有人在看陳奕迅啦 都在看辛雅 9年前長什麼樣子 然後一比照 好瘦喔 天啊 真的是 你家力胖 睡越吃越老啊 小心不要給我凹到 可是 陳奕迅上面有寫字耶 他說親愛的辛雅 對對對 太好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回憶 好好加油喔 對對對 哇 辛雅以前是清全美少女啊 對啊 然後我再給你們看變胖的時候 好 來 接下來咧 這9年前嘛 9年前 然後後來呢 我就跟他有一個 有一個 終於有一個可以深度的採訪 對 我就模擬一下 當時的情景 那我就去陳奕迅了喔 你要當陳奕迅 還是你當我好了啦 好 因為我要表現他到底怎麼對我的 好 好 好 你現在就假裝你先 再等陳奕迅 然後你就再弄音樂這樣 好 然後陳奕迅就要進來主播室囉 嗯 好 然後你就要假裝對我say hi 嗨 咔嚓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欸 陳奕迅 為什麼一直對著拍照 對 然後呢 我們訪問到一半進廣告的時候啊 他也是喔 我在忙一些音樂的 對時間的事情啊 是 他就一直給我偷拍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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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懂我懂 他是要發給 他是要發給那個廟附近的一些貧苦無依的人啊 然後呢 拿回去可以避邪而用的 哇 用心良苦啊 我跟妳講那時候 我想說我到底是遇到狗仔還是陳奕迅 然後再仔細一看 欸是Eason啊 欸不過 老不好Eason他的用意就是狗仔你太囂張了 然後也讓很多人知道說 一直被偷拍的感覺不好 也不一定是這個 欸有可能欸 那我那時候後來是覺得說 我本來想私底下跟他要E-mail 就是 就是希望他 照片 對希望他可以E-mail那些照片給我 可是最後我就是很沒種 我最後就是 還是沒有問他 因為我覺得好像會騷擾到他 所以我最後沒有問 對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有訪問過非常多的歌手 說真的 正常我們都不講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是特別記憶的 然後這兩個都是有點出糗的那種感覺 但是也讓我們印象深刻 其實每一個藝人 也私底下就是一個人啊 他們也有很多很可愛的小動作 對 都是我們廣播DJ在做訪問的時候 才可以聽得到 還有看得到的 沒錯 因為我再補充一個點好了 反正就是陳奕迅他就是在廣播跟在電視裡都很不一樣 就是他在廣播裡是比較 就是像一個學者一樣 他就是侃侃而談都跟你聊音樂 然後在電視上的話 他就是比較瘋狂一點 所以他就是兩個很不一樣的感覺 不過也是很有內涵他知道什麼時候發出什麼樣光 好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新歌了 我們本週的Kids發燒排行榜 我們這邊很快的看一次 前20名當中有三張新進榜的作品 本週第一週進榜就成為18名是孫子涵 帥哥 孫子涵 哇這個是很可愛的帥哥對不對 然後他呢 最近發出的新的專輯叫做雙子涵 對 這邊 好裡面有非常多好聽的歌曲 對我自己蠻喜歡他這一首歌叫做 最美不過初相見 是 對 好也是初戀的意思對不對 對 就是聽到這首歌以後 你就會回憶起以前的一些很美好的往事 好的 好這第一週才進18名 所以後續看起來 好接下來呢 是一下子挑了本週前10名的第7名喔 他就是蔡詩雲 恭喜蔡詩雲 其實他雖然跟王陽明結婚了 但是他們也是被批評為這個神仙眷女 蔡詩雲這次的專輯叫骨子裡 而且呢蔡詩雲他之前呢 他有用英文的畫名叫DC Diesel 來發行呢 有這個比較電音的一些單曲 也受到很多網友的喜歡 這一次他的新專輯叫骨子裡 反而是 就有搖滾的 有R&B的 然後也把他全方位的唱功來表現出來 裡面還有一首民謠的 也是說他自己故事的叫落葉 其他說這首歌原本就是要送給 我也曾經笑過他不能出唱片 曾經在他的事業當中曾經有一些的 讓他們看看我現在的狀況 我還是好好的 我還是遵照著我自己的希望跟理念向前進 好當然啦裡面還有請到了 MJ丸童的這個瘦子跟他一起合唱 對誰愛誰那一首歌很棒耶 是一首七零八零年代的那一種 電子復古的舞曲 而且瘦子不是唱饒舌喔 他說瘦子你應該來唱歌不是來饒舌 所以瘦子字裡面是在唱歌的 大家可以聽一下 好這是本週的第七名 來自蔡詩雲的骨子裡這張專輯 好本週第六名呢 哇哇哇哇喔 這是很多少女們心目高的白馬王子 李玉琦 歐陽先生 自從我的少女時代之後呢 真的讓他打開了戲劇的這個 受到很多的影迷的喜歡 不過說實在啊 他爸爸是李雅銘 他的基因很好 他也很會創歌也很會創作 這一次推出了新的專輯 叫做Mr.Lucy 而且還有一個人型的那個 玩偶叫做Lucy Bear 對啊跟著他一起來出唱片 好裡面呢也有帶來非常多好聽的 像他的這個 一些搖滾的作品 搖滾的音樂作品 跟他爸爸一樣很堅持搖滾 好不過呢 接下來是本週的冠軍了 哇 這也是你的菜嘛對不對 嗯還蠻 我喜歡這種單眼皮的男生 我懂我懂我懂 你也是嗎 OK 我平常比較沒有在關注他啦 好險 好險 謝謝 謝謝 陳詩安第一名 耶 好進榜第二週馬上串到我們的 Kiss發展房檔 華語榜的No.1 裡面當然帶來他很棒的 很深層的一些情歌 其實他說實話 他沒有交過多少女朋友 他說他女朋友一隻手算得出來 這麼專情 真的 不過他說實話這三年 他因為工作的關係 完全沒有任何的那個 異性的辦理 所以他就把一些 刻苦民心的愛情 寫在歌曲裡 對 哇很好聽的情歌專輯 最後給大家是本週第一名 陳詩安的這首 親愛的偏執狂 好今天的這個Kiss以法照 我們除了這個DJ DJ 我們除了我們兩位DJ 在訪問歌手的一些趣聞之外 我們也介紹了四張的關節給大家 也希望你會喜歡喔 不要忘記唱片行 去買一下 我覺得買唱片 買CD 跟去下載音樂 那個感受是不一樣的 而且其實像那個蔡詩妤那一張 也可以學英文耶 他有23首歌 然後裡面有好多英文歌喔 That's good That's good OK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